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8点44分了 我这辆车是二手车买的嘛 大概买了大概快五个月了 我大概开的差不多有9000个英里的 9000个英里的话大概是14000的差不多公里吧 当初买这辆车的时候他只给我一把钥匙嘛 后来我自己去法拉圣那边配了一把钥匙 昨天他打电话告诉我 他这个钥匙他找到 以前那个车主还给他找到了 还给那个车韩的嘛 我说那你寄过来给我吧 他说这个钥匙不能寄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开车 再开到当初买车那个地方 过去跟他就是拿钥匙嘛 大概开一个小时吧 那等一下见 开了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 先去他那个二手车那边看转一转 他这个车是叫做mini的车 这车是这种小小的呢这种车嘛 这是他的车 但是他其他品牌的二手车他也有卖 这辆2013年的宝马 跑了14万英里的 他还卖1万9万 这个很贵啊 这个ACULA 2014年的MDX 11万英里的卖2万5千多 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太贵了 现在 这个是分钱的汉拿达 这个没有显示那个卖多少钱没有显示 这个配置还挺高的 这个配置还有脱钩 这个是芬田的凯美瑞 LE 这个是普通配置 2018年的开的10万英里 这开的真多啊 卖2万8 这个怎么开的看着这么多 现在二手车太贵了 这个是奔驰 2016年的 开的 4万 大概4万5千英里 卖5万2 这个是奔驰 2016年的 这是S550 这个不错 这个 S的奔驰 这个不错 这个是2019年 这个是鹿湖 Discovery Discovery 这个 这个 看看后面 看看后面 后面 Discovery 然后这个是 HSE SI New 这个 这个鹿湖 我不知很懂 这个 看看价格 这 开了 6万5千 卖3万 他这个 外州的车 里程开得很快 这个是 英飞 尼体 2015年的 英飞尼体 这个是QX80 跑了大概8万多英里 卖3万5 这个车也是豪华车 QQX80 这个是本田的奥德赛 这个是本田的奥德赛 这一辆是2015年的奥德赛 跑了10万英里 11万 大概买2万3千 这个是皮座跟天川的 价格都不便宜 这辆又是QX80 QX80 QX80 这里好像有三年 2017年的QX80 跑了8万5千英里 卖4万3千 这辆是那个 凯迪达克 那个 Escalade 这个 这个是2019年 2019年跑了5万多英里 卖5万8千 我先进去拿钥匙 拿完钥匙就回家了 就是这一把钥匙了 已经没有电池了 然后 这个是 原来的 他给我的吧 后来我自己又磨了一把 现在准备回家了